神说要有光,于是备有了奥特曼 大家好,这里是阿泽 今天为了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于是责任露脸一次 顺带请到了我们的阿当 过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大家欢迎 这个我要先解释一下 我是被迫来的 阿泽用他们的女装罩诱和我 这不重要 不重要,对吧 这个 其实我来呢 主要就是因为你们问了很多阿泽 对吧 这各种能播的不能播的问题 我就是离得近 所以我替你们来问一下 然后 也废话不说好吧 我们让这个粉丝不要等太久 我们来直接来看看今天有什么 你们这粉丝问的这都不能播 好的 阿泽 首先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想知道 为什么你们的声音和视频中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呢 这个问题也是粉丝们问的最多问题 其实我们在每天写好我按之后 会将我按给到配音老师 我们的 所以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声音太好听了 所以就 怕你们自卑 怕你们自卑 所以 然后也在此感谢一下我们配音老师 天天 大半夜不时心劳点给我们录制配音视频 那你们就应该粉丝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你们老刁难配音老师 传下去 阿泽刁难配音老师 行 我们进入这里的提问环节 第一个问题 点赞量最高 阿泽 什么时候穿女装 这个 500万粉丝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 当然是500万不是全文500万 这个我替粉丝在那里 你们俩对于女装有没有什么样式上的特殊喜好 能播的就行 看不出来阿泽玩的挺开 那这是没有对吧 没有的话 我给你们准备好 传下去 阿泽答应粉丝 500万女装 阿当已经给他准备好了 然后 我们助力每一个不知死活的梦想 加油 尽早500万女装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阿泽平时累了的时候喜欢怎么放松 喜欢 就逮着阿当 揍一顿 我还在这里呢 给我一点面子 那个导播老师这段掐了别多 这段掐了别多 下一个问题 阿泽是怎么知道这么多奥特曼的知识的 你自己的知识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又不是奥特曼 你不是凯明莱达吗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没毛病 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阿泽很少回评论和私信 其实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粉丝太多了 对没错 你快装起来了是吧 对没错 行 然后每天 其实我们都回粉丝评论的 然后但是因为每天视频一发 大伙比较热情 然后各种各样的评论非常多 然后我们也很尽力的回来 但是因为大伙回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显得我们阿泽回来有点少 传下去 阿泽不回粉丝评论了 还把锅甩给粉丝 这种理由都能让你们想出来 行 这个问题有意思 阿泽的视频为什么那么多 哪个人 对视频 对我知道是视频 反思一下 我说的也是视频 因为平时做视频之余 总可以有怪兽出来频繁导断 所以就会需要我们来做视频的时候 突然再要去变身打奥特曼 不然你以为是世界上 打奥特曼 打谁 实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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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奥特曼的计划是你定的 是我定的 是我定的 总是会突然出现怪兽 这时候我就得抛下做视频来变身 变身奥特曼来去打怪兽 不然 不然你以为怪兽是怎么没的呢 我本年度从没见过这么清新通俗的旅 我说实话今天 哎 嗯 下一个问题 阿泽一熊的时候都在家干嘛呀 一熊嘛 做视频做累了 或者椅子做久了 总会屁股成闹 所以每天晚上7点半守着 刘跟宏老师的直播啊 什么本草刚摸啊 什么人权打鼠 你们奥特曼也喜欢刘跟宏老师啊 但是要素察觉到了吗 小伙伴们 就是7点半的时候他俩在摸鱼 你们下次记得私信的时候就跳7点半 他们不回你们就罵他 好吧 那你呢 那当然是在家学习论乱特曼的自我修养吧 好吧 这书听起来就不怎么正经 下一个问题 阿泽 奥王的眼睛为什么是红色的 其实我也很想吃 因为他看到拉当啊 导播这段也恰的别拨啊 导播老师 因为他看到拉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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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奥王跟我的事情就回头再说了 这个好像搞得人紧接着 这烦人 这个粉丝非常急切问的这个问题 你们俩应该替粉丝解答一下 阿泽 我16岁了还没有变成光 这正常吗 正常 中国新人大还有很多人都是二十多岁才变的吗 比如 比如你看什么洪凯对吧 都快大出了才变的 对吧 那那那我再替这个粉丝多问一句 你们觉得怎么才能变成光的呢 等你晚上做梦梦到一季的时候就能变了 虽然有点科迷 嗯 你事实上大伙早点睡觉不要熬夜 不然你怎么能梦到一季变身automan 啊我懂 嗯 哎现在有五点多 要不咱就 西东咱睡了 关注 去的节目到此结束 到此结束我们要睡觉了啊 下一个问题 啊这个问题其实 哎 这个问题我就可以替你们回答 这个粉丝问 为什么你们叫光扎德不叫光扎德 那肯定是怕被当做我的小号码 对不对 对对对 啊对对对 对对对 我觉得 谁是谁的时候懂得都懂 懂得都懂 把懂得都懂打在公平上 对吧大家懂得都懂 反正 对吧 啊这个问题比较正情 我觉得你们两个要好好回答一下 嗯 为什么阿泽之前跟过奥特小机场 但是现在不跟了呀 因为奥特小机场做的初衷 还是想要大伙看到光之国啊 比较真实的一面 虽然是我们想的啊 但是因为某天奥王早上起床刷抖音的时候不想刷到我们的视频 他觉得我们泄露了太多光之国的机密 所以就严厉不让我们做了 对没错 嗯 有没有正常人能听怎么答 言归正传 之所以阿泽不更新小机场是因为 小机场做起来比较费势费力 阿泽现在保持每周更新的情况下 还要抽空去做小机场的话会特别的累 所以暂时停根了 当然了 如果大家还是特别想看的话 阿泽还是会想办法做新的小机场给大家看到 小伙伴们听懂了吗 一分钟的回答总结起来就几句话 他俩不想做把锅甩给了奥王 都出去传一下啊 就看看阿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哎真的是 我今天到底为什么要来 这个问题点赞也很高 阿泽为什么有时候视频那么熟 不做的水一点 怎么给我们的锅王阿五充能呢 不然你以为他的新形态是怎么来的呢 这么不当人的答案你们俩是怎么能想出来的呢 下一位问 二 你们为什么总拿自己跟彦祖比较呀 不会以为自己跟彦祖一样帅吧 这个其实我也想问你们 不会吧 都会吧 21世纪了还会有人没帅过吴彦祖吗 不会吧 不会吧 这边 吴彦祖 光祖国 光祖国 对 我们这个光祖国 吴彦祖 孙祖国 哎呦你俩赶紧回去当孙祖国 我现在这个地球可能不太适合你们俩 老陶我们来问一个正经一点 这个小伙伴问 你们最喜欢自己的哪一期的内容呀 最喜欢的内容应该是 泽涛他满花式那一期 因为众所周知啊 你等会儿你为什么抢我词 怎么就抢你词了啊 阿当现在不是改说俗话说了吗 你继续你继续 所以说众所周知 阿泽最传的一期视频是 奥特曼变年史 除此之外 就是泽涛花式那一期 有20分钟的时长 虽然很长 但是实际上 它的制作时间和其他视频是一样的 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花很多的精力去制作这期视频 其中包括剪辑还有配乐 甚至是原篇的翻译都是有阿泽自己去完成的 里面可以说是虽然时间很赶 但是花了很多的精力 然后最终制作出来大家反响也很不错 所以这一期应该是我觉得最满意的一期 我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是说了这个视频比其他的视频长 对吧 对 制作时间和其他的视频一样呢 对吧 对 小伙伴们听懂了 他们用相同的时间能做出更长的视频 就是不给你们做 至于你们主播和粉丝之间的加工事 我就不参与了 那你最喜欢你自己哪一期的视频 我最喜欢的还是那期奥特曼的搞笑花絮 因为平时大伙看我们看科普各种各样 剧内的冷值史 杂七杂八五八八门的肯定都看累了 所以特地专门找了奥特曼在拍摄时那些真实的花絮 也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拍摄是怎么样的 特别还是搞笑的 所以平时上学上累了 放学能看到一些搞笑的视频 可能娱乐一下身心也是非常不错的 就出动目的还是为了能让大伙开心一下 但我还有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一直在拿贝贝剑说过笑语 我怕 我怕他忍不住把你刀了 这锅我可不背 是你们自己讲的吗 你们可以做的更长吗 对吧 行吧 行吧 好吧 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就在最后的时候有没有 就是对粉丝想说的话 毕竟也做视频这么好 首先就肯定要感谢粉丝们的支持 阿泽每一次做视频的时候都会考虑把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放在视频里面 当然能通过评论区看到大家的反馈 就是阿泽一直能做视频下去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 那你最后你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 我的我想说的其实就是屏幕前的小伙伴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其实看我们奥特曼的肯定都明白 奥特曼并不是一个比较偏幼稚的特色片 主要是他各种各样的一些精神 比如说奥特五大事业一定要牢记 还有些奥特曼的精神什么勇于去冒险 乐于助人之类等等的精神 也不能忘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快的成为奥特曼 最后搞了一个这么正经的版 我甚至以为你们俩我是正经人 不是吗 是不是你们俩心理清楚 你反思向你是不是正经人 对你们俩你们心理清楚 好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本期的视频也快进入尾声了 但是也感谢一下我们的阿当 没没没 不用不用不用 你还得卸一下吧 别别别 怕你粉丝不满意 不用不用不用 就把你装照快点发过来就好 对对对 然后视频 本期视频点赞过十万 我们再考虑 你待会儿 十万对于你们账号来说 是不是有点少 想做就直输 那行 那十五万 十五万 十五万 可以 好 我们会考虑出下期视频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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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让快点 哥哥 私下里私下里 谢谢 Ultraman Trigger Multi-type Boot-up Ziperia 未来を築く 希望の光 Ultraman Tiger Ultraman Trigger Multi-type